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作者也是同样有名 就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天才之一 达芬奇 达芬奇不仅是一个罕见的天才 还是一个全才 他的一生涉足建筑 艺术 工程 数学等多个领域 而且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无论从智商还是经历 都远远超越常人的天才 却一生都饱受了拖延症的困扰 他的一生由于注意力过于分散 涉及领域过于广播 导致很多事情都是半途而废 就算最终完成的作品也是历经拖延 比如众所周知的蒙娜丽莎 她花了四年 最后的晚餐她花了三年 因为经常拖延 所以严重伤害了客户关系 导致她一生完成画作并不多 传世之作只有不超过二十幅 其中有五六幅定制画作 甚至直到去世也没有交付给客户 而且在其他的科学研究方面 也有大部分项目都停留在计划和草稿当中 没有彻底完成 这种拖延的习惯让达芬奇饱受折磨 在一本笔记中 她曾经惆怅地抱怨自己 告诉我 告诉我 我到底有哪件事情是完成了的 可见拖延症造成的挫败感 就算是天才和伟人也不能幸免 其实说到拖延症啊 相信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有一点 比如 明明第二天就要交作业 还非得玩会儿游戏再说 明明第二天有事要早起 晚上还非得追个剧再睡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而且也确确实实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 那么有什么办法去改变吗 有 今天解读的这本《终结拖延症》 就是讲述如何治疗拖延症的 这本书的作者叫威廉·克脑斯 是美国著名的心理治疗专家 拥有超过30年的心理治疗经验 他专精的研究领域 就是为现代都市人群提供 负面心理引导和治疗 比如抑郁症 心理压健康 拖延症 都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内 除了给普通人治疗心理疾病 他还给美国军方提供大量的咨询服务 是世界上研究心理认知疗法的先锋专家 他曾经出版的《如何控制你的挫败情绪》 《积极改变你的生活》等书 都是畅销美国的心理自主读本 那我们今天要解读的这一本《终结拖延症》 是他在2011年出版的 主要针对的是 都市人群常见的负面心理拖延症 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那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这本书 看一看你是否患有拖延症 如果有的话 那么又该如何治疗 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行动高效 心理积极的人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 拖延症的几种主要分类和症状 大家可以对号入座 看一看你属于哪种拖延症 第一种拖延症叫做期限拖延 这种拖延症几乎普遍存在于 大多数都市人群里 在你们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中 几乎每一天都伴随着 让人不快的期限性任务 上学的时候需要面对的是 明天交作业 下周一测试 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期限 而在工作的时候 需要面对的期限性任务就更多了 几乎每一项工作 都有固定的完成期限 无论你有多么不愿意 那个期限就在那等着你 比如下班前做完 下周一交报表 这种话是不是听到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面对这种期限的时候 拖延症患者的首先反应呢 是四个字 时间还早 然后愉快地玩玩手机 刷刷网页 等到最后期限即将来临的时候 才会胶着不安 拼命不救 甚至明明第二天 就是某项工作的最后期限了 可是头一天晚上 你还是会忍不住地玩手机 玩到深夜 最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 再玩一会儿 等到明天早上 早点到公司也来得及 但是一不留神 就玩到了半夜两点 第二天早起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任务就理所当然地被拖延了 这就是期限性拖延 第二种拖延症 叫做自射障碍 这是表现形式最明显 对个人发展影响 也最严重的拖延症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 自我怀疑和抑郁症 绝大多数人之所以没有幸福感 其实都是来源于此 你们在学习和工作当中 肯定遇到过这样一种人 随时随地都在抱怨 在学校 抱怨老师不公 学校条件太差 考试内容太偏 在职场 抱怨同事难以相处 上司不见人情 市场环境恶劣 总而言之 这类人为了推迟完成任务 能够凭空想象出 无数种创意十足的困难 然后先安理得地 推迟学习和工作任务 这种拖延症你们有没有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以前肯定有 在上学的时候 我曾经无数次地发生过 忘带作业 作业被偷 作业着火了 这种匪夷所思的惨剧 也曾经被老师当场 带回家去找作业 结果当然是没有找到啊 原因很简单 因为根本就没有做 甚至很久以前在公司 当时呢 有一天下午要交一个重要的报表 结果呢 当天中午 全公司断网了 这对一个自射障碍的 拖延症患者来说 是多么雪中送炭的福音啊 于是 我又成功地拖了一整天 听到这儿 你们都明白了吧 自射障碍的拖延症 一般呢 都伴随着思维跳跃 创造力丰富这种优点 为了推迟完成任务 分分钟就能找到 一百种客观原因 这种自射障碍拖延症 对心理的影响 实在是太大了 会让人紧张 焦虑不安 甚至觉得整个世界 都是困难重重 兼而感觉人生无畏 毫无希望 更极端的情况下 会导致下意识逃避 厌世蔽世 频繁跳槽 只是最轻微的结果 更严重的呢 甚至会产生抑郁症 大家不得不防 第三种拖延症 叫做分心拖延 这很可能是一种 在信息时代 更加常见的拖延症类型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仔细想一想就知道了 信息时代的我们 每天都浸泡在 信息的海洋里 全世界各个角落 各色人等 发生的各种事情 都会用无数种方式 进入你的视野 每天早上打开电脑 明明想着处理完一件事 结果呢 突然谈出来一个新闻八卦 你能怎么办呢 你也很绝望啊 不点又忍不住 好吧 顺手点进去 然后一早上的时间就没了 各种延伸阅读的链接 有图有真相的追踪 甚至是普普通通 一个新闻事件 能够分成五六计 跌宕起伏 启程转合的 陆续发出来 太有意思了 你追的是津津有味 但是不知不觉 午饭时间到了 所以说呀 分心拖延 几乎普遍存在于 我们每个人的身边 网络时代信息爆炸 每时每刻都在吞噬你的时间 让你的学习和工作 变得困难重重 效率低下 严重影响后续发展 后果虽然严重 但是呢 也必须得明确一点 这种拖延并不是心理疾病 如果我说 让你靠意志力战胜诱惑 那明显是言不由衷的 战胜这种拖延症 需要更加科学的方式 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到的 终结拖延症的三种方法 本书的作者威廉克脑斯 称之为战拖 战斗的战 拖延症的拖 怎么样 听起来是不是很热血啊 那么在介绍 怎么战拖之前啊 我得先说明一件事 期限拖延 自射障碍 分心拖延 这几种拖延症呢 远远不是拖延症的所有类型 在终结拖延症这本书当中 作者列举了十多种 形式不一的拖延症 总有一款适合你 我们是挑了几个最为普遍 影响最为恶劣的拖延症来举例 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找来原书看一看 好了 简单介绍完拖延症的三种类型 我们马上开始介绍 怎么战拖 本书的作者威廉克脑斯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观察 总结出了三种 终结拖延症的方法 并且得到了大量的实践检验 可以说是效果显著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这三种方法分别是 认知方法 情绪方法 行为方法 我们先来说第一种方法 认知方法 其实认知方法很容易理解 就是首先从思想角度 客观认识自己有拖延症 并且建立改变的决心 当然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拖延症大多数人都有 但是下决心改变的人却并不多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轻微的拖延症 不仅不会影响生活 反而会让一个人显得亲和 更加容易构建人际关系 这也是站脱的障碍之一 所以说 想要终结拖延症 首先就需要客观认识拖延症 简单来说呢 你首先需要做到的就是 挣脱自我意识的控制 从客观角度 观察自己的行为 和拖延症症状 并确定 有没有改变的必要 比如 如果你有明显的 期限拖延症 那么首先就得梳理 拖延症 是不是给你的生活 带来了负面影响 如果答案是确定的 那么本书中介绍的 五步改变法 你值得拥有 五步改变法 是认知方法中的重要武器 也是终结拖延症 必不可少的流程 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一定要留意 我们先说一说 第一步 觉察 这一步非常容易理解 就是从自我意识中挣脱出来 从观察角度 审视拖延症 并梳理自己的拖延症症状 做好终结它的心理准备 就像亮剑 鼓起勇气 对拖延症宣战 第二步是行动 这一步需要用意志力 控制拖延症 简单来说 就是在一段时间内 比如一周 甚至三五天时间内 用意志力 强迫自己扭转拖延症 积极工作 完成任务 这个过程会相当的痛苦 很容易失去乐趣 怀疑人生 这是不可避免的 跟拖延症短兵相接 当然不会轻松 怎么持续行动 给予拖延症 源源不断的打击呢 这就要说到第三步 第三步是调节 你要在拖延症 和积极行动之间 精心调节 比如积极完成三天任务 然后允许自己拖延一天 或者是光速 做完一天的工作 然后玩上几个小时 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经历长时间的自我否定 时刻都觉得 拖延症就像一座大山 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 无论经过多少努力 都无法改变 威廉科脑斯告诉我们 这种心理不仅不是坏事 反而证明 你在站脱的过程中 迈出了一大步 拖延症已经在败腿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在不知不觉之间 已经跨越到了 第四步 接纳自己 我们每个人啊 或多或少都会对自己 有所不满 深深的自卑 隐藏在心底 平时呢 难以发觉 只不过在前四步 向拖延症亮剑的过程中 让这种不满和自卑 彻底暴露在你的面前 没关系 接纳这个不完美的自己 接纳自己的缺点 这样做的好处是 会在不经意之间 增强心理忍受能力 释放出那些 被自责怀疑 紧张压抑的正能量 接纳自己以后呢 你需要用最后一步 来巩固战果 这就要说到 五步改变法的第五步 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 是幸福感的终极来源 但是每个人的表现形式 是多种多样的 有的人自我实现的方法 是让家人幸福 有的人自我实现的方法 是获得认同 甚至有的人 自我实现的方法 是消费 但是无论哪种表现形式啊 你要做的就是 用心观察 站脱过程中 能够让你得到 自我实现的改变和小事 然后呢 去强化这种幸福感 并且从中 获得持之以恒的力量 这五种方法 就是站脱的第一种方法 认知方法 从这种方法中 你可以清醒地 认识到拖延症 并且做出 终结它的决定 但是要彻底治好拖延症 靠认知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 自我怀疑 自我否定 自暴自弃 会如影随形地纠缠着你 如果处理不好 会适得其反 陷入放弃治疗的深渊 那么要如何摆脱 这些负面情绪呢 这就是终结拖延症 这本书中介绍的 第二种方法 情绪方法 先提一个问题啊 你认为情绪是什么呢 情绪就是 我们面对世间万物和众生 所产生的反应 有的人和事物会让你愉悦 有的会让你愤怒 而有的 则会让你忍不住悲伤 你可以仔细回味一下 情绪像不像是完全自发的 本能反应 而不是由理智所决定的呢 比如我们在面对灾难的时候 会不由自主地产生 悲伤和同情的情绪 而不是由理智下达命令 说你给我哭 是不是这样 对情绪和理智的这种关系 威廉·克脑斯在 《终结拖延症》中 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比喻 马儿和骑士 情绪是一匹马 理智就是这匹马的骑士 马代表我们 用意逃避压力的冲动和激情 只知道两件事 如果感觉不好 那就光速逃跑 如果感觉愉悦 就小跑着凑上去 这匹马的特点啊 就是嗅觉敏锐 能够快速识别 甚至预知危险 并提前带着骑士逃跑 他才不管情报是不是错误 会不会虚惊一场 靠本能行动 才是他的唯一主张 但是骑士不一样啊 骑士是一个人的 高级思维过程 骑士会推理 判断 控制行为 甚至会铤而走险 在遇到一件事的时候 情绪这匹马 会本能地产生反应 如果感觉不好 那就抗拒靠近 就像有的人 在面对学习和工作的时候 本能反应就是 想尽办法拖延 也不愿意打开文档 但是面对游戏和娱乐呢 就是会不由自主地凑上去 完全不考虑 是不是还在工作时间 这就是决定拖延症的情绪来源 站脱的情绪方法 说白了就是 教你怎么来控制 你的这匹马 说起来简单啊 但是如果没有心理学基础常识 很多人甚至完全分不清 理智和情绪之间的分界线 绝大多数行为呢 都是被情绪这匹马控制了 骑士就像是昏迷在马背上一样 完全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 要想控制这匹马 你首先要先让你的理智醒过来 不带任何情绪的判断 一件事的走向 比如面对一尺后的作业 你先不要急着自暴自弃 冷静下来 把情绪扔在一边 客观判断一下 第一 在规定时间内做不做得完 第二 做完以后对你有没有好处 如果答案都是确定的 那么开始用你的理智制定计划 推动计划 在这个过程中 情绪呢会经常出来捣乱 如果控制不好 那说不定哪天就踩死了骑士 彻底走远了 这就走上了不归路 不可取 所以说你要学会哄情绪 隔三差五的让它放飞自我 具体来说就是 在推动计划的过程当中 适当地让情绪控制行为 比如说看场电影啊 玩两个小时的游戏啊 等它高兴了 再回来工作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 我们首先要确定一个观念 我们是人类高级动物 理智是我们区别于 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 所以千万不要让你的马儿 控制行为 否则呢就会陷入 平庸和一世无成的陷阱 每个人都有自己 独特的闪光点和特长 但是大家从小学着 一样的教科书 上着同样的学校 甚至还进了同样的公司 为什么成就 却是天差万别呢 这其中是不是 拖延症的影响呢 作家格拉德威尔 在异类中提出了 一个重要的定律 一万小时定律 这个定律表明 任何一个人 只要在某一个领域 专注努力一万个小时 也就是只要 五年的工作时间 那么就会成为 那个领域的专家 但是能做到这点的人 却是凤毛麟角 因为很多人的时间 都被拖延症消磨 可能工作十年 甚至十五年以后 全身心投入 某个领域的时间 才能达到一万小时 而随着互联网 越来越发达 这个时间的长度 还在无限拉长 所以终结拖延症 是自身发展的必经之路 被拖延症吞噬的时间越多 你用于自我实现的时间 就越少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虚度年华 蹉跎岁月 这些成语背后 其实都藏着一个 重度拖延症患者 如果你能够做到 完全由歧视控制行为 那么你的人生境界 将会达到一个 不可思议的高度 毕竟有句话叫做 泰山崩于前 而不形于色 泰山在你眼前垮了 你的马儿都不跑 依然冷静得 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这大概就是歧视的 最高境界 大家共勉 总结一下 让歧视主导你的行为 而不是让马儿主导 这就是站脱方法中的 情绪方法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启发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 最后一种方法 行动方法 明朝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王阳明告诉过我们一句话 叫知行合一 这句话经常出现在 小学和高中的墙壁上 相信大家都是耳熟能详了 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一个道理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其实站脱也是这样 掌握了认知方法和情绪方法之后 如果不进入行动方法 那么跟纸上谈兵 又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我们必须要 马上行动起来 首先 你要做的事是马上决策 从根源上 斩断拖延症寄生的土壤 在一些不用付出太多努力 就可以做完的事情上 需要做到马上行动 比如晚上12点之前 关灯睡觉 下午3点打一个重要的电话 回一封电子邮件 诸如此类 不用付出太多努力 就可以做完的事 那需要马上行动 时刻记住 让你的歧视控制好马儿 千万不要找借口拖延 这种看似简单的小事 不然会功亏一篑 然后在一些长期症状上 屏蔽情绪影响 制定出简单的行动计划 比如 面对一项复杂的工作 不要自设障碍放弃 也不要被动 等待时间期限的到来 首先 冷静地思考 完成这项工作 需要做什么 分为几个步骤 需要多少时间 制定好计划以后 也不要兴奢奢的 一头扎进去 大量的临床时间表明 这样做很容易三分钟热度 随时都有可能奔途而废 你需要先分解计划 提炼出几个 很容易完成的步骤 一边刷着网页 一边顺手就把这些步骤完成了 就像面对一份数学试卷 大题先放着 先把选择题做完 这多简单 说白了就是写几个字母而已 轻松容易 接下来就是打硬仗了 面对那些困难重重 长期被拖延症占据的重灾区 要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 威廉·克脑斯提出了一个好用的方法 叫做五分钟原则 供大家参考 五分钟原则实践起来非常简单 就是你在做那些重大事项的时候 首先安排好 第一个五分钟做好哪些部分 还是以数学试卷大比方 你可以先安排 用五分钟的时间 做三道选择题 其实这并不是多困难的安排 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这样做的好处呢 就是让你卸下心理包袱 避开巨大的任务量 带来的沉重压力 毕竟面对三道选择题的压力 和面对一整张考卷 带来的心理压力 那是完全不同的 等执行完第一个五分钟计划以后 你需要接着做第二个五分钟计划 这样持续推进 说不定你会在不知不觉间 就完成了这张考卷了 当然了 也有人会说 这样做很容易厌烦 没关系 在你严格执行完几个五分钟计划之后 可以接着制定几个五分钟娱乐计划 适当地来解压 只要不让你的马儿带跑了就行 需要提醒一点的是 五分钟原则中所说的五分钟是一个虚值 在时间的过程当中可以按照实际情况做调整 只要确保在这段时间内能够保持专注力就可以 这就是站脱的一种行动方法 操作起来比较简单 而且行之有效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最后说一点鼓舞人心的消息 我利用这个方法只用了两天时间 就完成了这篇解说稿 好评点赞强烈推荐 好了 终结拖延症这本书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本书所讲的基本内容和站脱的三个主要方法 首先 本书介绍了拖延症的几种分类 主要有 期限性拖延症 自射障碍拖延症 和分心拖延症 针对五花八门的拖延症 作者威廉克脑斯提出了三种站脱方法 第一种 认知方法 这种方法要求挣脱自我意识的控制 从客观角度观察自己的行为和拖延症症状 并确定改变的决心 认知方法的主要武器是五步改变法 分别为觉察 行动 调节 接纳自己 自我实现 熟练运用五步改变法 能够让你在认知层面向拖延症亮剑 第二种方法 情绪方法 这种方法主要讲述情绪和理智之间的关系 并且提出了马儿与歧视的假设模型 利用这种方法可以摆脱情绪控制 理智决策并付出行动 第三种 行动方法 这是终结拖延症的最主要的方法 需要在前两种方法的基础上 逐步制定计划 战胜拖延症 作者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武器 也就是五分钟原则 利用五分钟原则 可以分解任务 增加心理的耐受力 长期执行会逐步产生良性习惯 彻底终结拖延症 怎么样 这三种方法你都记住了吗 衷心祝愿你摆脱拖延症的束缚 站脱成功 用实践证明一万小时定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